有条件行管令开跑届满一个星期 再有区域遭到封锁 今天凌晨大批军警漏夜封锁 雪兰娥巴打林在野旧区 奥曼路巴沙附近的三个住宅区 共有2900户的家庭和商业单位受到影响 本台记者今早到现场的时候就发现 被封锁的第二区拥有许多独居老人 他们今早出门的时候才知道住家被封锁了 只好步行到封锁县 要求路人帮忙购买面包以求温饱 受访的老人就表示 尽管社会福利局正在逐步的派发物资 但是他们根本不会下厨 就算物资在手也无法解决三餐的问题 雪州巴打林在野旧区奥曼路巴沙 自上个月尾爆发新冠疫情之后 病例持续增加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里 在文告中指出 卫生部在这个区域至少发现了 二十六宗感染病例 具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因此军警今天凌晨 彻夜封锁了奥曼路巴沙周围的三个区域 实行强化行动管制令 受影响的家庭和商业单位高达二千九百户 因此今早现场依然有许多军人 持续进行铁丝网封锁的工作 所有经过的车子都必须悠转 民众一概不能进入 受影响居民也禁止踏出封锁区域 社会福利局官员一早就开始挨家逐户的派发户资 据了解被封锁的第二区拥有许多独居老人 记者采访途中也发现这些独居的居民 在中古时分开始步行到封锁线 要求铁丝网外的路人帮忙购买面包 他们申诉迟迟没有拿到护资 就算拿到护资 对于不会下厨的他们而言 也没有太多实质的帮助 所以你是担心过后吃的有问题了 受封锁的区域所实行的强化管制令 将从今天起生效一直到5月23号 马兴八达邻居团长林汉文透露 封锁区域内有四家疗养院 他们接获投报 封锁期间这些疗养院将面对医药和粮食的问题 但是由于只有政府官员能够出入封锁区 因此他呼吁遇到问题的居民 可以直接联络行动中心 因为这个区里面有四间的安老院 四间安老院有大约近百名的老人家在里面 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家属的联络 家属的联络就是说 可能他们有面对到一些问题 对于药物跟食物 他们有面对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必须把他们的一个联络号码 就是他们给了一个号码 就是他们的24小时的 20小时的行动室的联络号码 如果有什么任何紧急事项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协助 受影响的居民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都能拨打管制令行动室的联络号码 寻求协助 奥曼陆巴沙周边三个住宅区 是在今天凌晨开始被封锁 根据中国报报道 截至今早警方一共逮捕了5名 试图逃跑和硬闯进入住宅区的民众 而在军队和巴拿林市政厅执法人员的协助下 今早11点30分已经顺利完成所有封锁行动 NTV7张俊杰采访报道